美女爱上特种兵还要跟她双左双飞 不料对方竟是披着人逼的狼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动作片《人亡》 故事背景设在2029年的韩国 由于国际争端 韩国被周边大国实施经济制裁 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民生也极度恶化 不满情绪在民间滋生 最后诞生了地下组织 由于现有警力无法有效应对地下组织 政府秘密创建了只属于总统管辖的特警队 于是便有了特警队公安和地下组织的三方博弈 这天 街道上再次兴起了示威游行活动 地下组织成员混迹其中 向治安警察发起了攻击 特警队收到信息很快赶到了现场 组织成员纷纷躲进下水道 最后还是被特警队轻锋骑杀 女孩在西也是组织成员 她在打算逃走时却被特警队发现 最后拉动手中引线 引爆了背包里的炸弹 特警临终锦愣在了当场 好在同事飞升扑来救下了她 这起少女自爆事件 引起了社会高度观众 民间反对特警队的舆论日渐高涨 公安部门也想趁机打压特警队 特警队高层想让中警背锅 不过队长还是坚持保住了她 前队警员韩尚宇过来看望受伤的中警 尚宇曾经和中警一起向立于特警队 但是在四年前的果川走火事件中 由于情报误判 特警队误杀了15名无辜少女 从那之后尚宇就离开了特警队 进到了另一方设立公安部门里头 尚宇交一份文件带交给中警 里面是关于自爆女孩在戏的信息 笔记本上显示女孩还有一个姐姐 在尚宇的鼓励下 中警决定将遗物交还姐姐 姐姐是个大美人 名叫允熙 见到中警之后 向她大吐了一通苦水 还说要回家下面给她吃 回家之后 两个寂寞男女就这么吻上了 中警表示自己还要回家 不能在这过夜 允熙送走中警 转身就进了上宇的车 原来这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的美人计 不过嘛 特警队队长早已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另一边 公安部长和底下厅长展开了谈话 现在有一票被称为人狼的特工 搞出了各种政治暗杀 据情报消息 人狼很可能出自特警队 警察厅长听到这儿似乎有些哆嗦 很快 允熙再次接到上宇电话 针对中警的计划就要展开了 允熙和中警约在南山广场见面 走到半路上 允熙却碰到了地下组织成员 美金 原来允熙也是一名地下组织成员 只不过为了弟弟的安危 而做了警方的卧底 允熙给了美金一笔钱 让他赶紧离开 不料刚走出没多远 就被后面跟踪的特警队员抓住 美金被带回了特警队 从队长口中 他这才得知 原来地下组织的资金 竟然来自于公安部门 允熙为了自保 做了公安部门的卧底 而公安之所以给地下组织书写 其实是为了维持现有的政治格局 另一边 中警如约赶往广场 队长用暗号提示他有危险 中警和允熙进入大楼展厅 很快便发现周围的人群不太对劲 允熙借口上厕所 从包中掏出上雨给他的手枪 打算送中警隔屁 不料他刚走出厕所 美金却突然冒了出来 他把允熙带到一旁 告诉他不要相信任何人 允熙打算独自离开 此时埋伏在这里的警员也展开了行动 不过普通警察根本不是特警中警的对手 中警斩露身手干掉了一票警员 警方派出无人机攻击中警 中警卸下灭火传的水管 带着允熙从楼上跳了下去 之后两人便开车逃离了现场 中警按照队长指示 打算前往预定地点与队员会合 半楼上他让允熙自己离开 但是允熙还是跟了上去 另一边 警方在允熙身上安装了定位仪 他们监测到允熙去了龙山 在那里设下埋伏 前来接应中警的队友不慎重了警方的埋伏 最后被带去警局被尚羽失手打死 中警来到预定会合地点 队友却迟舍不来 中警让允熙赶紧离开 允熙却哭着说想和中警一起离开 这时队长打来了电话 告诉他队友中了埋伏 还让他带着允熙前往另一个会合点 就这样中警带着允熙来到了新的会合点 允熙告诉了中警定位仪的事情 再次表示希望和他一起离开 然而此时特警队长已经赶了过来 允熙这才明白自己才是重套的那一方 会合点外面大批公安警员赶了过来 队长给中警穿上特制战衣告诉允熙 中警就是传说中的人狼 不是披了狼皮的人 而是披了人皮的狼 之后穿上战衣的中警便对赶来的警员 发起了单方面的屠杀 尚羽在墙上布好炸弹 依然没能伤到中警 最后被中警一阵扫射 领了合法 了结了麻烦的公安后 队长带着允熙来到行星点 就在队员打算送允熙隔屁时 中警却赶了过来 他询问队长为什么一定要杀允熙 特警队想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队长见手下的人狼竟然动了感情 命令他亲手解决允熙 然而中警终究还是下不去手 队长穿着战衣亲自过来行刑 两人一番大战 打了个平手 中警放下手中的枪支 表示过穿事件之后 他就已经有了心魔 现在他只想离开 队长虽然不想他走人 但最终还是放过了中警 影片最后 芸汐和弟弟坐车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窗外的中警独自流了下来 或许孤独才是人狼最合适的归宿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进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